就在孙权向刘备所讨荆州魏国 即将开战之际 曹操突然发兵直奔汉中而来 汉中与西川为岭 自古就是北来连龙鼠东去控金吾的战略要地 因此一旦曹操连汉中长驱直入夺取了西川 攻占东吾就将直日可待 那么在这身子存亡之际 凌备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才使得孙权放下干戈 共同抗曹呢 就在孙权与曹操对战的过程中 双方阵营内部都出现了矛盾冲突 那么孙权和曹操分别使用了怎样的手段 化解矛盾 安抚人心 最终达成团警 一致对外的呢 他们在团队管理上所使用的方法 又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为我们平三国论智慧 请收看第五十四集 待人先待行 曹操他进军汉中 西川这边就紧张了 因为曹操打了汉中 紧跟着就是要来针对刘备 所以刘备就感觉到威胁 那孔明他清楚啊 你这个时候只有按照原来的那个计策 就是联合东吴共同来对抗 曹操 所以要主动的向孙权去示好 使得孙权怒气消了 然后能够跟我们联合在一起 两边都平安 所以他就跟刘备建议说 曹操领重兵镇守合肥 实乃惧怕孙权来犯 刘备决定以荆州三郡作为代价 交还给孙权 以此又使孙权共同抗操 于是派出谋士一级前去谈判 一中郎远道而来 有何攻势啊 可来纵还江夏 长沙 贵阳 三郡 今合肥空虚 往吴侯起兵攻之 使曹操撤兵回南 四处必有阴马 他不可能凭空的 说又要归还三个郡 所以当时孙权就很怀疑 说我们要不要接受 他并不是说一听就说要接受 他还是要不要接受 如今曹操在汉中 合肥空虚 吴侯趁此良机 起兵攻取 必可得胜 孙权了解到整个的计策以后 他觉得还是两边联合 双方有力 所以他就决定要出兵去打合肥 虽然是刘备的策略 但是只要对双方都有力的话 那我相信孙权也是会答应的 孙权攻打曹操所属的合肥 攻打合肥最重要的就是先攻下晚城 晚城是一个粮仓 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说孙权他不打合肥这一 要打合肥 他一定先攻晚城 晚城一级 其实合肥就危险了 可是合肥里面有三个将领 一个是张辽 一个是李典 一个是月静 这三个人 他是三条心的 因为张辽他跟李典 始终就是合不来 一见一大堆 晚城危急 二位将军谁愿领兵前往救援 合肥总共不过一万平马 即使全去也难对敌 文谦你意如何 这晚城告急本应救援 不过李典将军所虑也不无道理 李典主张不救晚城 张辽就说我们要去救 可是李典就说 我们没办法救 月静 他是当中摇摆不定 两边好好 所以三个人三条心 这个战是很难打的 在合肥三将内讧之时 孙权的大将干宁趁机攻下晚城 干宁得胜的时候 因为他当晚城 他是手工 所以吕蒙就开庆宫宴 然后特别特别的就把甘霖请出来 然后当众就给他高高的捧起来 夹奖他 认为他今天功劳很大 甘霖当然是很高兴 一杯一杯就酒这样喝 那个灵童越看又不顺眼 灵童与甘霖有杀父之仇 他看不惯甘霖高兴的样子 每一个集团都有每一个集团的问题 因为有人他就有不同的意见 有人慢慢他就会变成小派系 小集团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现在我们看一看出来 曹召那边 詹辽跟李典好像死对头 这边林童跟甘霖 他又有杀父之仇 那你说叫他怎么能够和谐相处 这个仇人先见本来就是格外眼红 现在你又神气到那个地步 再加上那一天 正好是他先赴的忌日 所以林童的心情更不好 看得又不顺眼 所以他就闹起来了 他就拿刀说 眼前无以为乐 待我五戒给诸位诸姓 五刀就一直要去威胁甘霖 甘霖一气就把刀子一踢 他也拿他的急 他两个人就对干起来 那这个是很危险的 因为乐打会变成弄巧成真 这个时候大家很着急 那着急怎么办呢 所以很多人就动脑筋 这个动脑筋人是很聪明的 他知道此情此景 五一的办法就是把孙权请出来 因为那时候孙权已经来到晚城了 只是没有参加他们的宴会而已 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 他当机立断很快的就去通报给孙权知道 那孙权一听这还得了 两个都是我的爱将 如果真打起来 那属于受伤都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他赶过来 住手 赶过来以他的威势 以他的身份 他只要哼一下 那两边就知道了 就停下来 这叫做有效的制止 所以做一个领导者 平常要仰威望 到时候你稍微一点不高兴 脸色一变 说出一句不好听的话 大家不管心服不心服 他就会停止下来 然后再做下面的动作 所以孙权这些方面 他是满灵光的 主公 我父被甘宁杀害 今日乃是先父的祭日啊 故焉能忘记 实际上他已经忘记了 他还记那么多 对不对 可是这时候说 今天是你爸爸的祭日呢 我们什么都忘记呢 那不是更糟糕吗 我们一再地重复这些事情 就是说 很多话你要讲到很合适 而不是真实或者不真实 真实不真实是另外一个问题 妥当不妥当 尤其像这样的人 他们所讲的话 都是讲妥当话 而不一定讲真实话 中国社会讲话一定要妥当 不妥当的话 再真实也没有用 这一点千万要好好去想一想 这个就告诉我们 每一个集团 他内部都是充满了矛盾 就看这个领导 怎么样实当地去化解 就在孙权集团庆祝首战告捷之时 曹操派人星夜赶往合肥 给张辽送来了一件特别的东西 曹操为什么派人送木甲给张辽 因为曹操他现在并不在合肥 他并不是说亲自战狼的独阵 他还在汉中 可是随便他在汉中 他也知道 因为这三个人是他派的 他也知道这三个人是不合的 何况当时又有人提醒他 说现在晚成告急 然后合肥那边三个人又不合 陈相你要想想办法 曹操这个人他是胸有成竹的 他说拿个木盒子 他就拿个木盒子 然后写了个纸条就封起来 拿他写好以后就派专人 你给我送到合肥 送给谁 送给张辽 因为张辽毕竟是主将 张辽一看 上面有四个字 叫做贼来乃花 就说紧记的时候你要打开 这个跟孔明的锦南庙界 有欲取同工之庙 那张辽一看 又想到当前大敌已经来了 所以他就问两个人 张辽这点倒是做得很好 他问两个人 现在能不能打开 两个人出打开 如果说张辽是狮子打开 那他们又怀疑了 是真的是假的 这些故事我们都看了很多了 很多事情要公开 很多事情要私底下 张辽处理得非常适当 他就告诉大家 这个是现在可以打开的 所以他就打开 若孙权兵制 张礼二将军出战 岳将军守城 二位将军请看 他打开以后给所有人都看 看完大家都知道 这是元件 但是他们还是不了解曹操的用意 因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还是有成见 所以并不是说看完就觉悟了 很难啊 张辽看完穆夹中 张礼出战 岳进守城的指示 有什么感想 张辽毕竟是聪明的 因为曹操里面只写了简单几句话 他这个是画外有画 画中有画 所以李典看了他有没有什么感觉 一位说你叫我们两个去打 那岳进看了也没什么感觉 一位你叫我守城 不是 张辽马上想出来 曹操已经知道 张辽跟李典是合不来的 所以才故意说你们两个出去打 照理说应该是叫张辽跟岳进出去打才对 这样避免在外面又有一件 他偏偏叫这两个人出去打 就可见了 曹操他是很清楚的 我知道你们两个出不好 所以叫你们两个出去 你从这里去体悟 有什么道理 然后越近了 我反而叫他守城 所以张辽马上跟两个人讲 今可发明相迎奋力与战 折其风锐 以安军民之心 方可固守合非 那两个人还是没有听进去 没有听进去 他就拍桌子大骂 我与曼城素日不睦 乃是私怨 而今大敌当前 为将者岂能心怀思念 不顾公事呢 张辽怒骂李典月静 是不是合适 我觉得非常的合适 因为什么 这个时候再不骂 两个人都不会醒的 人是这样 有的人你好意轻轻点他一下 他就醒了 有的人你自给他看 他也不会醒 你说给他听 他还是不会醒 那是个骂 那是什么办法呢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降鼓不用重锤 你看张辽他就是降鼓 轻轻一打 他声音就很大了 李典跟月静两个人呢 他就是不降的鼓 你怎么打 他就不降了 所以只要重重的吹踏 张辽用的是巧的好处 一骂 两个人 果然骂醒了 张将军如此仗义 我岂敢以私怨而忘共户 愿听张将军调遣 岳静也愿听从将军调遣 现在你看两个人马上觉悟 因为他们兵力很小 神权是大惊压尽 尤其在晚成胜利的时候 趁幸而来 那你一个小小的 你能够守得住吗 活换三人三条心 他根本一箱就打破了 所以曹操及时地给他指点 而张辽他能够领悟到 又有效地去把它爆发出来 张辽了不起 当然这三个人能够一条心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个团队 平常我们也没有办法制止说 每个人有些小恩小怨的 在那里扯来扯去 完全禁止可能也行不通 但是最起码碰到大事 碰到难关 那一定要放下私人的恩怨 那么大家全力对外 就在张辽等三人 达成一致对外的共事后 孙权愁愁满志 率大军来到了合肥 都此番进攻合肥 看来势在必得了 是啊 孙权说此来合肥 势在必得 合适吗 当然是很不合适 因为每一次只要 自得意满 只要信心满满的时候 结果都是不理想的 孙权你讲这话干什么 你就讲谢谢大家 这次同心合力 来打这次仗 不是很漂亮吗 你不要在那里 好像很得意的 很得意的时候 这个人的心态就已经变了 这是累世不咸的 孙权说完以后 马上情势就变了 这才妙的 各位看到孙权刚刚在那里 信心满满 突然间就不是一样的 他就被包围在中间 还要大声叫做 可见他是很危急的 他为什么会这样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是巧合吗 还是给他一些教训呢 我想每一个人会有每一个人的想法 我们也尊重 只是孙权发现这个之后 他怎么办呢 他无一的办法就是逃生 赶快逃 怎么逃法呢 部将就告诉他 你回头跑 刚才你从小石桥过来 现在你还是从原路回去 可是他没有想到 小石桥已经被拆掉一大半了 前面的人跑到那边 就跌到水里面去 孙权他的马一看 赶快塞住了 也是旁边人告诉他 你退退退 然后向前冲 就可以要马跳过去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他的马特别好 这也是事实 第二个呢 在那个状况之下 他自己也把潜力发挥出来 同时我们也知道 孙权他们家的遗传 就是很喜欢骑马到处去跑 很可能他平常也有这个习惯 所以他对马的信 他怎么去控制马 他怎么是利用这个马的惯性 他都平常训练有数 这也可能 孙权逃过一劫后 曹操决定亲率大军前来增援 孙权的大将甘宁主动请命 要趁曹军立足未稳之际 夜袭曹营 宁今夜只带一百人马去劫曹营 必错其锐气 若我折一人一马 也不算功 好 甘宁百人百骑 夜袭曹营 不折一人一马 可能吗 答案是可能的 因为甘宁他是身经百战 他非常有经验 再加上他虽然年纪不小的 体能还非常好 而最近又累见其功 换句话说 正是运气最惨通的时候 那天当众受表扬 所以他这个士气非常的高昂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要去偷袭曹操 正好是曹操很疲惫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想完成一人一马都不损失的任务 是很可能的 但是不是说每次都可能这样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人总有情绪的高低 环境总有利有不利 地形也会有变化 连整个团队都有不同的状况 甘宁交令 百人百骑 一人未损 请主公清点 不 本舍不得让你冒险 孙权说不让甘宁如此冒险 可又为什么准他前往呢 我想这就是 孙权以及一般的统帅 不得不如此的原因 如果他说 我不愿意你如此冒险 就不让他去 那他就不能让任何人去 你让谁去就是不在乎他冒险 那怎么行 那人家听起来有什么感觉 所以他说 我实在不忍心 那你冒这个险 一定是在事后 不是在事前 就是让他去打 打完以后说 哎呀你很辛苦啊 我当初实在是不忍心 那你冒险了 那事情已经完成了 他当然可以讲这种话 那这种是不是空口说白话 是不是一种 人情上的安慰呢 我想也不是 因为孙权他也是很会带人的 虽然他本身的性格比较残暴 他做的事情比较不合乎人性 但是他在带心方面 他们几个人是有欲取同工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 曹操也好 刘备也好 孙权也好 都是很会带心的 很会抓住他干部的心 但是他们的目标不同 他们的目的也不一样 兵炮主公 曹军大将张辽前来挑战 主公 末将愿望 曹操来的时候 甘霖去偷袭他的淫债 结果不择一兵一马 建了大功 这件事情对林彤来讲 更是刺激又刺激 因为这两天他已经受不了了 现在甘霖又累荐其功 那他怎么能够不请命 说要出征呢 林彤去了以后 孙权还告诉他 公祭愿望 必定马到成功 与你精兵三千 故要亲领观战 多谢主公 那林彤当然就拼命了 没想到一出去呢 他就中了一劲 因为一个人 当他的心情很不平静的时候 他就做什么事情 其实是做不好的 你要把事情做好 一定要心平气和 现在他不是 他很急得要建功 他越想到甘霖就越气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去打仗一定是盲中有错的 他就中箭落马 那是非常危险的 那幸好甘霖远远的也把对方射伤了 那曹操一看就民进收兵 那两边都把这个受伤的将领救回去 林彤才因此而没有被杀掉 他是非常感激的 所以他回来二话不说 一直问 请问是哪位将军救了我 放箭救你的 那行吧也 啊 这个时候 林彤就把以前那一段化解掉 如蒙不弃 愿于将军结为生死之教 今后用为兄弟 共济 行吧 这个告诉我们 一个人道歉也没有用 一个人怎么说都没有用 你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化解心中的疙瘩 这才是在中国社会最有效的一招 林彤和甘宁和好后 孙权阵营打到了空前的团结 而接连战败的曹操 为改变着一不利战局 不得不亲自统兵 围攻孙权 曹操为什么感叹江南多猛将 因为在曹操的心目当中 江南是很好过日子的 江南它是生活比较富裕的 在这种环境里面 是没有什么猛将的 因为大家一天都玩 吟诗 唱歌 散花 然后去游泳 打牌 他哪里有时间去练武呢 没有想到 你看上一次到了测壁 那么惨 这次没有机会到那么远 直到这里 他就感受到 糟糕了 支持不下去了 所以他就很感叹 想不到 在这种地方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温柔乡 会把男人的斗志 整个把它消弭掉的地方 怎么会有这么多猛将呢 他一方面感叹 一方面也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曹操感叹的猛将 乃是孙权的属下周太 正是在周太的拼死保护下 孙权才得以突出重围 回到大营 此处到上 何时所留 乱阵之时 主攻在左 末将见由两敌兵 从后偷袭主攻 便回枪去刺 不妨中了一刀 周将军 请 谢主攻 周太受伤 孙权每一个伤处 奉上一杯酒 有什么用意 我们已经讲过 孙权是很会带心的 周太遍体都是伤 他能够说出来 这个伤是为了救孙权 什么时候才会遭遇到的 他听清楚楚 几乎每一个伤 都是为了孙权而付的 孙权当然很感动 一处上 一杯酒 今日 顾要将军 尽罪放休 老讲 只有周太跟孙权争酒的份 哪里有说孙权跟他争酒的份 可是孙权就是这样了不起 他抓住机会 不但是收买周太的心 而且周围的人 那个心都被他抓去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 以后如果有机会保卫我们主公的话 那我不会输给周太的 到时候孙权也会跟我针灸 其实针灸有什么对不起 但是人他就是很受用 你看周太他就感觉到无上的光荣 所以有时候当老板的 你在领导的时候也要想想 这些应该叫做非物资的奖励 他是非物资的 物资的奖励是无底洞 有时候是不管用的 但是非物资的 反而很管用 比如说拍拍他的肩膀 跟他说两句安慰的话 像他也跟甘霖说过 我本来是不愿意你去冒这么大的险的 那也是一句完全不花费任何成本的话 但是很受用 现在他又来了 一个伤 一杯酒 一个伤 一杯酒 感动了所有的人 曹操联败后 孙刘两家联盟退朝的目的达到了 对于孙权和刘备来说 想要消灭曹操为时尚早 而三分天下才符合自身的利益 继续打仗已经没有意义 于是东吴方面主动休战求和 东吴求和 曹操班师回许都 曹操是很明光的 第一个他自己年岁大了 第二个 赤臂之战给他的惨痛的教训 这一次又来才走到一半就已经碰这么大的钉子 那么幸好是孙吴要来求和 如果他们继续打下去 还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所以他就决心 算了算了 我班师回许都 算了 他并没有说我还要再来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知道 这个事情恐怕要交给他的后代去完成 人对自己其实是很清楚 只要能够冷静下来 你不会不了解自己 整天忙碌 整天慌慌张张 那就不了解自己了 曹操说 我如果有个小孩子像孙中谋这样的话 那我就放心了 可像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他心里头已经有参老的感觉 已经有要让接班人好好来 把事情继续做下去的那种希望 都已经浮现出来 故今年六旬有二 霸业不久将富于后人 你谁为世子 老夫甚为愁愁 他现在就开始想了 我记几个小孩子 这个怎么样 那个怎么样 为什么没有一个像孙权这样的 当然他也想到 为什么没有一个像刘备这样的 那如果有的话 那我多愉快 他现在已经开始在想这些问题 当然一个人开始在想未来的事情 就表示他的心境已经很长老了 但是这是每一个人必经的过程 大家也可以去体会体会 像曹操这么样子 可以说非常有斗志的人 这个时候都已经老态已经现出来 这是每一个人 一生当中必经的一个历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